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编男人 欢迎来到民族正线 那么首先我们先看一张图 我们也看图说话 那么这个是芬兰为纪念 申请加入北约所申请的一款啤酒 那么这个啤酒呢 称之为北约啤酒 然后下面有一句话叫做 北约啤酒 安全的味道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种做法比较幼稚 但是这种做法我们很熟悉 它越来越像我们的宝岛台湾的做法了 大家发现没有 因为台湾好像就自由的菠萝 快乐的鸡 还有什么希望的田野 还有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都是有这种形容词 然后现在你看这种芬兰 这种北约啊 还有欧盟啊 整个西方世界 它越来越像这个台湾了 他们都是搞选票政治 搞党争 谁上台呢 都希望把对方的媒体都给他掐掉 只有自己的声音 然后内政都是荒废的 你看台湾的内政基本上都是荒废的 欧洲的内政荒废的 美国的内政荒废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们就是这脑子都是白左 因为台湾它也属于白左社会 他们脑子都是坏的 你比如说像这个 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一个 皮特大典的小国 我都去过啊 这个国家 皮特大典的小国 他的女总理 又是女总理啊 然后在那边讲 他说我们现在跟俄罗斯对抗 我们生活着很艰难 我们确实物价各方面都都飙高了 翻倍了 但是比起自由 这些代价都不算什么 所以说 我觉得也是挺美好的 这幅画面 也就是说 吃69欧元一公斤的土豆 喝着安全味道的啤酒 这个配起来还是还可以 还是挺好的 所以说也恭喜他们 越来越像我国的台湾省一样学习了 那么最终呢 就说你不用外界去搞他 他自己都会崩掉 自己都会崩掉 就是他们是政治家 是自己搞自己的老百姓 那么我说过 那么这么一群人 他们跟俄罗斯对抗 是搞不过他的 因为我们来看看 现在的俄欧战况 那么首先第一个 俄罗斯的卢布 对美元跌破 58元 就是一个卢布 比58个美元 那么现在已经都是 全线跌破60 现在是1比59 那么还会再往上涨 现在已经回到了201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所以说 我再次不得不提醒 美国对俄国的金融战 彻底的失败 全面的失败 所以说 我说过战争已经结束了 乌克兰战争已经结束 就是西方参与的这个部分 不管他的这个 政军 金这个部分已经结束了 已经输掉了 全线溃败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 我们来看 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伊格尔科纳森科夫少将周五表示 马里乌巴尔的亚述钢铁厂 全禁全部解放 纳粹组织亚述的乌克兰武装分子 自今年4月21日以来 被围困于此 他表示 武装分子藏身的钢铁厂地下设施 已完全被俄罗斯武装部队控制 科纳森科夫少将称 共2439名围困在亚述钢铁厂的纳粹分子和乌克兰 军人投降 俄罗斯国防部长 绍与鼓向俄罗斯总统弗拉吉米尔普京 报告的行动完成 以及马里乌巴尔从乌克兰武装分子中完全解放 这个就代表了 这是一个拐点 这个地方最难攻的一个堡垒被打掉了 在俄罗斯这种非常疯狂的 令人觉得窒息恐怖的这种折磨下 他们投降了 那我说过 现在乌克兰要争取把这些亚述营作为战俘交换 但是俄罗斯是拒绝 这些人他们现在给他们治 让他们死的体面点 给他们治病 然后进行审判 走司法程序 走完以后就是枪决掉 没什么好多商量的 要查你的罪行 如果你有虐杀种族反人类 那就虐杀你 如果说你还没有 那么就送到西伯利亚去 做苦力去 那么我们来看普京怎么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对俄罗斯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 次数纪念来逐渐增加 但在顿巴斯 在乌克兰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后 该领域的挑战变得更加尖锐 更加严峻 规模也扩大了 这实际上是对俄罗斯的进犯 在对俄在空间信息发动的战争 普京补充说 这首先体现在网络攻击次数 或成倍增长的情况上 他说正如专家们所指出的 这不是单独行动的 黑客所能做到的 网络攻击来自不同国家 但又得到有序协调 这实际上是政府机构的行动 普京指出 在某些国家 网络部队已经是相当正式的建制 那我跟各位讲了 普京也帮老兵证实了 北约网络司令部 把韩国给纳漏进去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武统的话 如果按照这个模板 这个思路的话 我们武统的话 他们也是对我们发动 大规模网络攻击 就是说黑客 所有的黑客 均来自北约国家 来自不同的国家 而且是由政府去协调的 所以说普京说得很清楚了 那也就是这是他们对 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军事动态 就是瘫痪你的银行 瘫痪你的基础设施 瘫痪你的金融机构 瘫痪你的这个民营企业 或者国有企业 网站 政府网站 他都会来瘫痪你 所以说这个事情 是俄罗斯也是提醒我们 很明确的 所以我说 北约网络司令部 为什么要把韩国吸收进去 他的指挥部 就是在爱沙尼亚的塔林 所以大家要知道 地理位置也是很关键的 这个来自于这个光纤 海底光缆 它的这个这个速度 这一块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你看 北约网络司令部 居然在爱沙尼亚 对不对 爱沙尼亚他们到圣别的宝 很近 那地方路路过去很近 就相当于朝鲜 跟我们的这个地理位置 那现在他们把它放在韩国 所以你看 韩国的釜山 有十条海底光缆 连接中国 所以说 这是一种恶意 大家明白吧 所以说 我们要做好这个网络 预防网络攻击 网络战的准备 但是我觉得 中国肯定没问题 俄罗斯呢 也没什么问题 大家要知道 毛泽尔数学好 乌克兰这些小孩 不是作为难民 去了法国吗 然后有网友告诉我 现在法国电视上 昨天网上讲 说乌克兰的小孩 他们在那边可以上学 然后嫌弃法国的这个教育 说你们的这个数学学的比我们晚两年 所以说要求跳级 而且觉得法国小孩这个数学和学生太笨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就能从这一点这个细节被我捕捉到了 老命就告诉你 为什么说昂萨和凯尔特林 包括日尔曼林 他们脑子这个数学是不好的 数学不好 你看他们有什么互联网企业吗 对吧 美国他的互联网企业不是昂萨搞的 他们老板 艾迪尔老板是 很多都是犹太人 但是他们不出技术的 他们只有这个想法 真正的工作都是东欧人 大部分都是东欧人 还有很多中国人 大家懂吧 所以说这一点我就告诉你了 那么 等于说 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这边的战场上也是胜利 然后在场外也是胜利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件事情 欧洲的部分 得以允许本国公司开立 卢布账户购买俄罗斯天然气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达诺瓦克此前表示 共约54家公司为俄罗斯天然气股份公司签订的天然气供货合同 现在必须以卢布支付 他们中的一半已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开立账户 用于进行卢布结算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 柏林告诉德国天然气进口商 他们可以开立卢布账户用于支付俄罗斯天然气 这不违反对俄的制裁 两位消息人士说 德国在这一问题上与欧盟保持了紧密协调 消息人士说 意大利政府也与欧盟委员会进行了接触 得到了委员会关于如何合法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的解释 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 这种政府行为 政府说 你们这些公司开设那个卢布账户去结算天然气 你们是不违反制裁的 可以这么去做 这不是放屁吗 这些公司本身 本身它就是你 跟你国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跟你政府紧密联系在一起 说白了 这就是你政府企业 对吧 就好像说 中国的 你会觉得很奇怪 你说中国的国有企业 还会被这个政府 中共告知说 你使用卢布支付 你不违反 那你这个国有企业本来不就是你的吗 你忠实又忠实换 不就是你政府性质 属于集体的嘛 对不对 所以说 这就非常非常奇怪 你就觉得他们这个逻辑 现在都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了 而且就喜欢装逼 然后大家还知道什么 你知道美国 还也开始也装了逼 也刷了一波存在感 美国白左政府说 他说 中国进口俄罗斯石油天然气 不违反制裁 中国进口俄罗斯石油天然气 什么时候需要你西方 你美国国际国家同意呢 然后你不是说 只要是 去帮助俄罗斯都属于是违规吗 那么他现在也看到了 中国对俄罗斯 俄罗斯对中国的这个出口非常猛 中国进口也非常猛 那他说 我们注意到这个一点 但是这不违反制裁 各位你说这些人啊 他怎么这么爱自娱自乐 天天把自己天天当一个 你说当乌龟还是当王吧 是不是 一个个都是老牛逼了 我靠 自己那样的被整得那么惨 搞得那么差 然后天天还要 老是要在你自己刷存在感 怒刷存在感 而且又那个啥 又玻璃心 所以我说这就是像 他们都是越来越像台湾了 台湾人就是什么 喜欢刷存在感 什么事情都是跟他们有关系的 国际上什么事情 都跟他们有关系的 排得对 排得对这个接客 对吧 那喜欢这一个 又是玻璃心 就是很 被这个经不起这个打击 对吧 又玻璃心 又喜欢刷存在感 所以说就是什么 非常低端 低端 下贱 所以说属于这种一种状态 那么 这就是俄乌冲突 我们看得很明白 西方的做法 令人大跌也近 但是我跟各位讲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因为这就是白左 你去看现在西方 全都是女的当家 欧盟的这个委员会主席女的 冯德莱恩 这个法国的新外长 新总理是女的 波罗蒂海这边 那个埃萨尼亚的是女的 拉脱维亚的好像也是女的 然后 芬兰是女的 瑞典是女的 挪威是女的 丹麦是女的 英国也是女的 当人家 外长是女的 德国外长是女的 荷兰这边 那群女的全都是女性 全都是女权主义者 各位 全都是女权主义者 但就说明 他们要建立一个母系社会了 我跟各位讲 你建立母系社会 老兵说 我支持你们建立母系社会 但问题是 你们这些母的 能不能像非洲老二 猎狗那样子 真的有头脑 真的会搞政治 会为了这个族群往前面走 答案是否认的 是错误的 非洲老二那些猎狗 大家有机会 如果说等国门开了 或者世界上疫情好点 你有机会到非洲去旅游 你去非洲大草原上面 去看一看这些猎狗 他们是怎么群体作战的 那真的是一场这个 视觉盛宴 我操这牛逼 我靠 我一直都说过 说起码有一条母首领在后面 旁边两个母的军师 副司令 指挥官 然后前面的当兵的这些 公狗或者母狗在前线 不停的回来汇报 前线的战况 然后母狗就在后面 不停的在这里指挥 怎么样作战 怎么样围猎 你有没有这样的本质 你他妈的那种女权 是把自己能往火上烤 往火跟你推 对吧 然后这边说的女权 那边找的黑爹 找的阿拉匹子爹 然后让他们随意的轮流的输出 这种女权 你觉得说欧洲不会完蛋吗 对啊 那你比如说像芬兰 她也是这样 她跟爱沙尼亚一模一样 她跟俄罗斯这样牛逼 对不对 那现在俄罗斯已经断她的天然气了 直接把天然气都给断掉 那断天然气 那你不是又要这个电力也断了 对吧 你电力你牛逼 你嘴硬说可以由瑞典供应 那瑞典的电力从哪里来的 这不是白痴吗 是吧 那你断了天然气 你的价格又是暴涨的 对吧 然后你又要说 北约啤酒安全的味道 我们对 我们断了俄罗斯天然气 被俄罗斯断了天然气 佩斯科夫也说了 你们没有开始卢布账户 没有人会免费提供货 那他们说没关系 我们可以扛得住 民主是不可以输给威权的 我们只要喝着北约啤酒 我们一个都能变成战士 都能变成武士 这是自由的味道 这是安全的味道 比起自由 别的都是微不足道的 你压了你明天 你小孩饿死 跟美国一样 小孩都没奶粉喝了 然后你还是 他妈自由的味道 你压了你小孩都饿死了 放你个驴儿屁